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在台南市区餐厅界算老字号的大使东兴海鲜餐厅,在东区东兴路开业26年,服务过不少政商名流,业者考量近年来房租太高,加上一例一休等因素决定歇业。 大使负责人徐德怀表示,这几年素食文化使得年轻人不再喜欢上馆子,中餐仿佛跟老年人画上等号,因此决定休息,想保留最美好的回忆。 大使东兴海鲜餐厅是很多台南人的回忆,外观西班牙风格的独栋洋房,结合西餐,热饰料理与忠实,七十年代在台南的工商界即为活药,服务过连战,马英九与陈水扁等人,并因地点临近成功大学,是城大教师们喜爱的用餐地点,也招待过五位诺贝尔奖学者,包括最近刚出炉的物理奖得主, 吉普索恩教授,餐厅以当地食材调理的菜色,也被城大教授们细称为诺贝尔餐。 大使老板徐德怀表示,会决定卸业的原因很多,去年只景气不佳,加上政府一例一收改革,不论餐厅如何调整,人力不足依旧是问题,此外食材价格高涨,加上难以吸引年轻客群,很多常客十年前定一桌菜五千元, 如今还希望用同样价格定和十年前一样的菜色,餐厅实在吃不消。 徐老板表示,他仍生大半辈子与大使这个名字连结,记得李安的父亲李生生前也是店里常客,李前校长岁,爱吃厨师烧的狮子头。 李成最后一次生日宴也是大使操办,有这些回忆就足够了,如今喜欢上馆子吃中餐的消费者多年纪偏高。 虽然大使这块招牌走入历史,目前有一家姐妹餐厅雨和无水开在成大商场内,未来会转型做年轻人喜爱的餐饮形态。 纵然自己已67岁,仍希望继续在餐饮业奋战。很感谢大家这段期间的关心。